炖牛肉时直接下锅就是大错 今天教你一个炖牛肉的诀窍 炖出来的牛肉就像豆腐一样嫩 软了入味非常的好吃下饭 首先把牛肉都切成小块 然后准备一盆清水 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然后搅匀化开 接着把牛肉放淡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 泡过淡盐水的牛肉会变得很软 这样更容易熟 而且牛肉的口感会更好 每天都在废勤旺时 偶心力学的焦灼菜 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看一下泡制了很多的血水 然后再用流断的清水冲洗干净 接着把牛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葱姜和料酒 这里切记焯水的时候一定要冷水下锅 很多人焯水的时候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 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里面的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就会非常的腥 所以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我们看一下已经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用勺子把血沫撇出去 焯水后捞出冲洗干净 锅里加少许食用油 下入葱姜炒香 把牛肉放进去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做黄焖鸡黄焖牛肉 黄焖排骨黄焖猪蹄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翻炒均匀 让牛肉都裹上酱汁 然后倒入到砂锅里 要想炖出来的牛肉更香一定要加入开水 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牛肉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再加入一点土豆 然后盖上盖子再炖20分钟 时间到了再放上一点青红椒 美味继承 非常美味的黄焖牛肉就做好了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软了又入味 真的太好吃下饭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